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把衣服下摆那边旋转几圈 你感觉到下摆有点紧了 就把它放进去衣服里面 啊 对吧 是不是不一样的feel了嘞 也不会讲太松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啦 而且还很显耀心耶 嘿嘿 近期就是蛮流星别穿嘛 比如里面穿一件T恤 外面套一件吊带上衣 但是这样子穿的话 会不会太补通了嘞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从另外一件裤子 偷一条布条的腰带塞进 吊在上衣里面 然后再绑一个蝴蝶结 哇 是不是突然这个就上当次了 当然你也可以用相同颜色的布条啦 如果你没有像我这样的布条腰带 这样的话整体穿搭会变得更加有层次 也有设计感 当然如果你里面不想要穿内搭的话也是ok 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每次出阶的时候都不懂要穿什么 吊带上衣又太普通了 来 现在教你一秒将它变新衣 拿出两条相近颜色的布条 雷斯也是不错的选择啦 将它们各自绑在吊带处 无论你是要绑个结还是绑个ribbon都好 你看 它就好像变成另外一件衣服一样 真的 只需要这样做 穿到不止变得更高级啊 而且还可以把那些新衣的钱给舍起来耶 再来 裤脚那边太松 而且太长了 但是 就算折起来走几下路又松又掉了 这时候你需要的是你家里一定会有的法圈 准备两个法圈 然后各自套在脚坏那边固定着 然后 把裤脚那一点点的部分慢慢抽出来 盖掉法圈就完成啦 你在走路的时候也不会很烦啦 一直要折上来 或者有太碰太长的问题啦 虽然说oversize是很美啦 但是想要走不同风格的时候就会觉得 为什么那么长那么大件 塞进裤子的话 侧面看腹部那边又很肿 要怎样搬叻 下摆太长的话 你可以用腰带绑再咬出 然后像刚才裤子的原理一样 慢慢的抽出来 形成短板上衣为衣啦 呀 就是这样没有错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有时候裤子太松 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 绑腰带 或者把它改小件 但是这边有一个小tips 可以让你解决这个问题 还能和fashion 腰带很普通对吧 那么就拿其他裤子的束身带 或者鞋带当做腰带 然后绑在腰处就渴了 很时尚之余 也不需要把它改小件 非常方便的说 为什么你每次觉得自己明明精心打扮 但是感觉好像差了一点什么东西 其实除了衣服的单品之外 饰品是决定你整体穿搭的高级感 不想要太普通的话 你可以戴这种有层次感的项链 这种项链非常百搭 也可以搭配出不同的风格 你会发现整体穿搭变得更加的丰富 但是又不会很复杂 简约中又有一点小心思 看起来也不会太无聊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无论你喜欢DIY改造 时尚穿搭 开箱 芒芽日记 还是生活Vlog都好 都可以subscribe我的channel 开小铃铛 随便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们就下一个video再见咯 拜拜 拜拜